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风水案例 那么这个风水案例呢,是在山东泰山脚下 那么这是呢,就是给父祖点的一个地 还是说那句话,我们到这个地呢,首先要看荣 那么我们看,因为这一片呢,是一个丘陵地道 所以呢,它这个父母山呢,我们看,它就是一个什么金星 那么阴形金星雪,这类一个情况 另外呢,我们为什么会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十字天心正雪 第一点,就是不能点的太高,点的太高呢,会漏记 第二点呢,左边还有右边,我们要考虑 那么因为山地风水呢,我们要考虑龙骨沙 我们看这边,这边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环抱的这么一个窝 窝状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另外呢,这边呢,也同样 也有这个,就是小地块,也有一个高体的 也就是柱文佑,那么有一个龙骨沙 这个环抱 所以呢,在看风水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看寺 那么第二呢,接下来就是要看行 如果呢,就是伺机 行凶,破不全日 就是呢,不能让行凶 但是呢,大势也要急 如果大势不急呢,那代表着 王后的运机呢,是不好的 所以呢,我们就是说 通过父母山大学呢,点在这里 点在这里呢,我们再看 周围的这些沙水的情况 我们看左边 左边的,这是龙鲨 我们看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在这一块 那么这个龙鲨呢,也是比较秀气的 比较秀气的 弯弯的,像卧蝉一样 那么我们再往前看 最秀里的,那么魔柜前面的这个朝岸 朝岸呢,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说这个朝岸 起的这两个风非常秀气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说 它是一句天马峰 因为两个比较高 我们也可以说天马峰 当然了,这个弧形和像 这是一个名称 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暗山 我们在这个方向 和暗山 那么基本上是称90度角的 也就是正对的这个暗山 所以呢,什么叫暗山邪飞 暗山邪飞就是说暗山非常邪 那么这个就叫暗山邪飞 所以呢,我们不能保证 百分之百是90度角的 但是一定要是正对的才好 那么看完这个暗山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 右边的这个虎沙 这个虎沙呢,我们看啊 就是那个巴士塔那个方向 这个 这个 也非常明显 青龙完颜,白虎幸福 所以呢,它白虎低一点呢 那么,也就没问题 另外呢,有朋友可能会问 那个赵老师说 你这个 发射塔 有没有问题 我在这里说呢 因为 这个发射塔 对整个地势 或山势来说 那么它是 违不足道的 并且呢,它离得也比较远 所以呢,如果这个发射塔 离得比较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了 所以呢,我们对周围的事物 有朋友说 那离多远近 计算计呢 这个问题 还要 这个就是呢 越近的 高大的 那它的能量就越大 越远的 小的 那么它的能量就越小 像这样的 那么能量 基谷的 我们可以说 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么另外呢 那我们再看啊 这个水 这个水呢 是从这里啊 左水到右 前面呢 明显的 我们看见了 有一个 这个坑 这个水呢 就是 会聚在啊 这个桌水呢 会聚在前面 明躺前面的啊 现在呢 我刚才看了啊 这个前面呢 有两层 环抱 有两层这个灌篮 两层灌篮 有句话呢 叫 好 观众若有千通所定 王虎聚时间 所以呢 出水灌篮很重要 啊 看过这个以后呢 这个像呢 就是啊 给它定的是一个啊 啊 人山冰像的 那么 人山冰像 它是火菊的旺像 火菊的旺像呢 啊 然后呢 水出丁卫方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是从 深方来水到旺方过湯 到丁卫方消水的 这么一个过程 啊 说呢 这个像呢 它是符合啊 山河风水理论的 第二点呢 我们再看天性风水理论 天性风水理论 天性风水的冰像 那么冰像呢 它是阴下 在丁卫方消水呢 它仍然是阴水 说的 阴下哪阴水 也可以说这个地呢 是一地和两局的啊 啊 那么给它点这个地呢 也当然了 能点这样的好地呢 第一 需要取决风水先生的眼力 啊 那当然了 也需要不吃辛劳 第二点呢 还要有富足的福德 那么才能有这样的好地 好 那么这一节呢 这个实地风水案例呢 就给朋友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有朋友喜欢老赵俗风味 到视频的 也欢迎呢 关注老赵俗风味 如果呢 有朋友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要咨询的 也欢迎呢 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我呢 也会尽可能的回复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